大家好我是苹果妹 今天要带大家看一下如何在最新的iPhone 13上面 查你的充电循环次数 现在市面上的手机包含iPhone都是使用锂电池居多 锂电池的特性是会随着时间老化的 然后也跟你使用它的习惯还有充电的方式有关系 那这边要再次重申 iPhone可以充电的话就一直让它充着电 也不要耐心它会过充 因为iPhone现在非常聪明 只要充超过80%它就会减缓你充饱电的速度 那除了充电方式还有时间可以评估你电池的健康度之外 我们今天要教的这个充电循环次数 也可以当成是一个你电池健康度的参考值 那这个循环次数怎么计算的呢 就是今天假设你是充饱电的状况 你用到没电为止总共是100% 然后你又把它充饱电的话 这样子来回一次就是一次循环次数 那另外一种计算方式也是一样的道理 例如说你今天用到60%充饱电 然后又用不到40% 然后再充饱电 这样子也算是一次循环次数 那根据苹果官方的说法呢 当这个循环次数达到500次的时候 你的电池健康度有可能就会掉到80% 不过这当中还是有非常多的变数啊 像是你的手机常不常过热啊 还有你使用它的时间是多久 那今天这个循环次数呢 也可以当成是你买二手机的一个参考指标 那我今天呢会示范两台手机 一台是我的iPhone 13 Pro Max 然后另外一台呢是用了一年多的iPhone 12 Pro Max 我们来看一下一年之后呢 它的变化是怎样 好的那首先第一个步骤呢 我们要打开设定 设定里面呢我们去找到一个选项 叫做隐私权 在电池的下面叫做隐私权 接着呢滑到最下面 最下面呢有一个地方叫做分析与改进功能 点下去 接着呢大家看到第一个选项叫做分享iPhone与Apple Watch分析 那就是如果你今天有使用Apple Watch的话呢 才会有这个Apple Watch的部分 那这个选项呢必须要是打开的 如果你是现在才打开的话呢 我们等一下会多一个步骤 就是要改你的日期 因为我们等一下看到的资料都是前一天的 所以现在呢我们先来看一下 如果你原本这边就有打开的话 要怎样去查你的充电循环次数 首先呢点一下下面的这个分析资料 接着你就会看到这边有很多选项嘛 我们要去找一个标题叫做log aggregated 我会把那个名称打在我的荧幕上面 那你可以直接往下滑去找L开头的 或者是你也可以在搜寻栏这边上面打log 打完log之后呢往下滑 你就会看到这边有log aggregated 接着你会看到这边有很多选项嘛 我们要去找日期最近的那一笔资料 就看你日期是哪一天 然后它的资料应该就会是前一天的资料 那我们就点进去 进来这边呢 大家看到很多程式嘛 那我们现在呢要把它全选起来 然后复制 就是我们先长按其中一个地方 然后把上面的地方呢 拖到最上面 然后下面的这个呢 把它一直往下拖 拖到最下面这边 这边没办法移动对不对 我们就把它停留在这个黑色横线的地方 它就会慢慢前进 接着它就会加速了 然后拖到最下方之后呢 我们放开 这边就会有一个拷贝的选项 我们把它拷贝起来 接着呢我们打开备忘录 备忘录这边新增文章 接着呢我们直接贴上 贴上之后呢 按一下右上角的三个点点 然后我们在下面这边选 在备忘录中寻找 然后在寻找的这个栏位呢 我们要输入一串英文字 叫做Battery Cycle Count 我会贴在荧幕上面 接着呢有黄色底色的 就是我们的搜寻结果 然后大家看到下面那一栏呢 这边有一个数字 这个数字就是你的充电循环次数 所以我的iPhone 13 Pro Max 它是13次 那现在呢我们先来讲一下 如果刚才你的这个选项 是关起来的话 要怎样产生当天的资料 首先呢我们要去调iPhone的日期 我们先回到上一步 回到设定这边呢 我们去找到一般 这边是一般 一般里面有一个选项 叫做日期与时间 这边 接着呢我们把自动 设定关起来 然后下面呢 它就会让你去调时间了 我们就把这个时间调到明天 就是例如说我今天18号 我就调到19号 然后呢我们回到上一步 接着呢我们再回到 刚才我们说的隐私权这里 隐私权 然后一样 分析与改进功能 然后呢你再点到分析资料里面 接着你再去找刚才的log aggregated 你就会找到今天的资料了 那后面的步骤呢前面都已经讲过 就一模一样 然后要记得你取得当天的资料之后呢 一定要记得回到一般里面 去把你的时间改回来自动设定喔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我这台iPhone13 Pro Max的 电池健康度 电池健康度要在哪里查呢 就是在设定里面的电池这里 然后这边有个选项叫做电池健康度 这边电池健康度 不意外的是100% 因为现在其实也还没有用多久 那我自己呢是比较担心它过热的问题 其实平常使用的时候是不会发热的 只有在用电影集模式录影的时候 它真的会发热 而且是有点到烫的程度喔 而且电影集模式你用久了它会当机 所以这个部分呢大家要注意一下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我使用了一年多的iPhone12 Pro Max 它的表现如何吧 这边呢我们找到了iPhone12 Pro Max 它的充电循环次数是332次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它的电池健康度是多少吧 我记得好像是90多% 我的电池健康度是91 感觉还蛮低的对不对 那大家查出来 你们的充电循环次数是多少呢 记得在留言区跟我一起分享喔 那我自己呢最有感会发热的功能 就是相机的录影 还有另外一个是玩游戏 因为我真的还蛮常使用iPhone在录影的 然后录影录一录 那个手机都会发烫 然后这个时候呢 它的那个萤幕的亮度就会变暗 尤其是我刚才有提到 就是录影集模式的部分 我那一天呢 用录影集模式拍了非常多的短片 就是大概只有几秒钟而已 可是它也是会疯狂的发热 那我就在想啊 iPhone 13上面不是有入制 ProRes格式影片的功能吗 到时候如果发烫的话 要怎么录呢 然后另外呢 还有玩游戏也会导致iPhone发烫 不过这里是没有办法的 但是我玩的也不是什么 真的很多特效的游戏耶 就还是有发烫 因为发烫呢 其实就是电池杀手啊 真的要预防发烫 那我们今天这个查询 银充电循环次数的教学就到这边 如果你还有任何疑问的话呢 欢迎留言告诉我 我是苹果妹 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